泰国商业部近日公布 2014年8月份的一般消费者物价指数为107.61 通货膨胀率年比增加2.09% 以连续第三个月放缓增长 并且为6个月的最低点 与7月份相比通货膨胀率降低0.08% 累计今年前8个月的通货膨胀率为2.21% 上月通货膨胀率放缓增长 原因是新鲜食品的价格下滑 特别是新鲜蔬菜及水果 气候适宜及适逢产即时产量增加 猪肉等肉类制品价格也因产量提高而有所下滑 国内燃油价格也跟着国际油价下降 而泰国国家维稳委员会调整能源价格结构 有助减轻通货膨胀压力 8月份的食品及饮料类物价月比降低0.08% 其中肉类物价减少0.29% 蔬菜及水果价格下跌1.7%等 同时汽车及燃油物价也月比下滑0.66% 生鲜食品及能源价格则降低0.52% 在用于计算通货膨胀率的450类产品中 共有159类产品的价格呈现增长 约200类产品价格维持不变 另有91类产品价格下滑 8月份核心通货膨胀率年比增加1.83% 月比上升0.09% 综合前8个月的核心通货膨胀率为1.54% 泰国商业部商业顾问安帕汪表示 政府稳定物价措施 以及调整能源及电力价格结构 促使下半年通货膨胀压力趋向放缓